今日同音 清空酒 壮志未成 誓不休 乃日方长弦宣称 甘三热血 皆春秋 如果说许行京剧 应该算是得益于大成样板戏的年代了 因为在我们小学的时候 正好赶上八个样板戏的普及 所以宣传队的队员经常要学习一些样板戏 同时要四处去演出 那么前一幕话中就对京剧有一些认识 这宫来夸来 这一个来夸 此世间不可恼笑话 不因乱与此满萨 他在长安 与你夸 他话为什么 去到日间 抓金花 说手拉之料 理所持有 守在 发乱不朗 三年头发 三年头发 那鬼门关上他 哇 咱看这三年头发 三年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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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头发 三年头发 三年头发 赶紧伤 其实不光是不自信吧 而且是很紧张 尤其是要这个现场唱的时候 因为说老话没有什么功底 只是凭着一种爱好 一种喜好 之所以能够经常在一些节目里出现的 可能也是或者说是导演啊 或者说是同行们 觉得可能像我们这样的人 能够唱几句京剧的话 可能更具有这个号召力 沿飞天津海 海上烧花一两年 春节蒙回二十一年 与我上下敬大年 我曾经接触过很多 这很著名的这个 这个经济表演艺术家 和经济演员 也曾经动过很多次的这种念头 说在下回我要拜人家为师 很好的学一学 但是可能由于时间工作方面 这个这个比较紧张 这个俗事比较多吧 所以这个愿望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可能我将来退休的业余生活 可能其中有一项比较主要的 就是唱戏了 江舍的儿来自在大家一头 终于神光叮咚叮咚头 也不是想把叮咄头 而非是在人而发尘头 两名一名我来尊头 因此想把推到分手 舍不得开业的分心后 舍不得丫营们总繁荣 是难舍就与王司令与我的好朋友 舍不得老娘儿和两头 两生儿也丝绕 儿竟天里无担忧 儿像两个身难口收 两相儿来为庄流 渐渐动雨 吹落在西山上 交易生日台 把叮咚 替我们念个短信吧 好的好的 一定得用新闻联播的腔调 大家说呢 好 那要看短信的内容 手机尾号8006的朋友说 我记得我小时候挺逗的一件事是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坐在一个女同学的后面 上课的时候拿剪子 把她的头发给剪秃了 把她吓得哇哇哭 后来老师把我的爹妈给请去了 这孩子可够狠的 真是的 你老实交代 你小时候有没有干过这种逃皮的事 我可没这孩子这么调皮 真的 那你做过的最调皮的事是什么样的事呢 我就是有一回吧 我一个同学把我惹急了 最后呢 我就拿了一块砖头 在满校园追着她 真的 最后呢 最后 我当时还是比较有理智的 最后这砖头没有打下去 是吗 太想象不出来了 看着你现在这么严肃 庄重的样子 想象不出你原来在学生的时候 居然还敢拿着板砖追同学呀 看不出来吧 不过我想呢 任何一个孩子在小时候呢 都会有调皮的时候 不过呢 当时大人的那种担心 那种期盼呢 我想只有像我们这样 为人父母之后呢 才能够真正的动得 2008年4月 罗金参加了中央电视台 圆梦行动 为山区的孩子 筹集运动培训基金 他把快乐和鼓励 也带给了这些孩子们 我有一个孩子啊 跟福晋一样大 也是13岁 我让他给福晋带了个小旅品 好好练 教练的指导下 希望你能够尽快拿出 这个更好的冲击 好吗 别哭别哭 还有机会 下回都知道 带到同学来 好吗 你的心情 现在好吗 你的脸上 还有微笑吗 人生自古 就有许多愁和苦 请你多一些开心 少一些烦恼 罗金 罗金离开了 许多承诺 无法再兑现 但是 如你所愿 我们 记得你的声音 你的报道 我们 懂得 你的坚强 和从容 你淡出了 我们的事业 不用道别 我们 知道 你是退休了 一路 带上 平安的祝愿 早一些烦恼 祝你平安 哦 祝你平安 让那快乐 围绕在你身边 祝你平安 哦 祝你平安 你永远都幸福 是我最爱的心 祝你平安